各位训练 迅速展开战队员 我希望战离战争 这里是第83集团军 牟旅的野外训练场 现在正在进行的是 对抗式基本单元训练 在今天的训练中 由台作为基本单元 对敌重要目标实施打击 一眼上级命令 塔台预期通讯中段 要求我们迅速开设 离死飞行指挥通弹 在我身后呢 萌萌的细语当中 官兵们正在开展一场 以飞行指挥塔台 及其附属设施 遭受敌攻击为背景的 并级拉动演练 青年的命运 从来都同时代紧密相连 听党指挥 奋斗强军 知重负重 这是强军事业 对青年官兵的使命召唤 更是青年官兵 建功立业 报效祖国的必由之路 五四青年节 一场场实战化军事训练 正在如火如荼展开 新时代的青年官兵 在硝烟弥漫的演训场上 书写自己的迷惨青春 跑出强军加速度 面对未来战场和强大敌人 同一年的官兵们 以全时代战 随时能战的状态 随时做好 打赢未来战争的准备 以不懈奋斗和昂扬姿态 在新时代强军争承上 续写新篇章 燃烧的青春最可敬 奋斗的青春最耀眼 富有朝气和梦想的青年官兵 始终保持冲锋姿态 向着打赢奋龙奔平 预备某野外出训场 一级上市黄云和战友 在武装直升机掩护下 抵近激将 搭乘全地形车 快速展开突击 我突击一队 与顺利作战第二点 我们空中突击部队 在作战的时候 讲的就是三个字 快 准 狠 只要出手 就要一滴之敌 2017年 黄云所在部队 整建制转立 组建空中突击部队 全新的作战样式 编制模式 对黄云这些传统步兵来说 一切必须从零开始 这些年 黄云次次主动申请转换专业 从步兵班长 狙击班班长 到榴弹班班长 机枪班班长 一次次向崭新领域 发起空中突击 精通掌握了突击部兵 所有作战技能 我觉得吧 现在周围我们青年官兵来说 青春本来就是应该用来奋斗的 我们就应该不怕苦不怕难 随时地准备走向战场 这是我们周围青年官兵 应该有的状态 我自己都有一种那种本领恐慌 我尽量也在静下心地想 如果现在给我一个登机作战任务 我能够带着全班 把这个任务完成好 只有我们现在要把这个作战任务中 那个情况想得更细一点 能想多细就想多细 在利用我们自己的一些训练手段 训练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真正正正在作战的时候 那个才能对得起我们这个 这个空突壁壁的一个称号吧 各部队还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 带领官兵感受百年征程的波澜壮阔 激励奋发有为的青春誓言 在五四运动发源地北大红楼前 青年官兵面向团旗 庄严宣誓 重温五四精神 感悟觉醒年代 有志青年 崇高的革命精神和爱国情怀 武警陕西总队 西安支队 组织新兵 走进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等 红色地标 汲取精神养分 助劳思想根基 能在节日当天 来到北大红楼参观 并且重温了入团仪式 感到非常震撼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 我一定传承先辈精神 立足本职岗位 奉献青春 在海军航空大学 舰载机飞行学员 来到刘宫岛甲午战争博物馆 在直面历史中 汲取奋进力量 深刻感悟青年官兵 所肩负的使命与责任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也是最好的清醒记 作为新时代的舰载机飞行学员 我一定要苦练杀敌本领 石刻保育祖国 作为新时代的一部